大家好 我是保守健康團的創辦人林毅 夏天好熱啊 你需要游泳池 我想要嫁給金城物 你需要許願池 工作好多薪水好少人生好難 你需要嫁反搖池 我的玩具不會動了 你需要趕點池 忙出來 你不僅需要電池 還需要最省電 最省錢最環保的電池使用方式 買電池買電池買電池 買電池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確認有回收標誌 代表電池是合法出廠 且必須要回收的喔 還有其他標誌嗎 這台文字叫做確認文件字號 代表的意義是電池的拱含量 符合環保署的標準 不過不是每一種電池都有標示 只有鈕扣電池跟猛心筒型減猛電池 有標示而已喔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大家可以盡量選擇 能重複使用的充電電池 減少一次性廢棄電池產生的數量喔 YA 買了電池可以玩玩去喔 先別急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正確的電池使用方式吧 電池不能混用 不同新舊 不同品牌 不同種類的電池 都不能混用 那如果我偏要混用呢 這樣會減少電池的使用壽命 設備也會容易短路或故障 知道了 那我們來玩玩具囉 沒電了 不是沒電喔 可以用啊 電池其實還有剩餘電力的 只是因為玩具是高耗電產品 所以電力就不夠啦 真的假的 沒錯 所以如果把高耗電產品裡面不能用的電池 放到時鐘 遙控器 這樣的低耗電產品 就可以充分使用能源 如果真的用完的話怎麼辦啊 拿塑膠容器裝起來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防止電解液露出來或者是腐蝕 那如果電池露液的話怎麼辦 馬上回收就可以 不要忘記回收標誌 電池是可回收且必須回收 不要丟入一般垃圾喔 那要是不回收呢 電池裡面的重金屬會流入環境 再傷害土地跟水源 最後呢還是隨著食物鏈傷害人體 所以一定要回收 那是哪些要回收呢 根據環保所公布 目前廢肝電池可以回收的有 要去哪裡回收啊 只要是賣電池的 就必須要回收 民眾最常接觸到的 乾電池回收處有這些 連鎖便利商店 超級市場 量販店 策定食收站 回收商 還有清潔隊自由回收車 這麼多地方啊 還不只這些呢 還有 連鎖清潔即化妝品零售業 無線通訊器材零售業 跟攝影器材零售業 到回收點 把電池投入回收箱就可以囉 看來回收電池只是舉手之搖呢 如果玩具壞掉要丟棄 記得也要把電池拆掉拿去回收喔 那電池回收之後會變成什麼呢 就可以產出鐵芯等 這種可以再被利用的金屬 就不用開曬天然資源囉 一定要回收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 回收廢乾電池的 超級好康要來分享給大家 電池月利收消費折抵多 全民環保加碼送 9月17到30 去從一廁商跟全阿密商店 回收乾電池 每公斤廢乾電池消費折抵的金額 從16的20元加碼到22元 無論是飲料冰棒 彩蛋零食 通通都可以消費折抵喔 領導演回收呢 快把你家的廢乾電池 拿去折抵消費吧 這樣買東西最便宜耶 哇已經超級廢乾電池了 今天我們知道了 最省電最省錢最環保的電池使用方式 購買電池認標示 剩餘電力再利用 使用完必須回收 請大家一定要落實廢電池回收 不只可以防止重金屬流入環境 更可以減少開採天然資源 還能在統一超商及全阿密商店 得到消費折抵喔 養成良好的回收習慣 就是表達對環境的最大善意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